新台百年華蒼桑又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我們又見到麥兄 大家好,很久沒見了 中間是陳博士,我們的嘉賓 麥兄,沒見了那麼久,要交一下功課了 首先,多謝陳博士 其實真的不好意思,把這個節目放下差不多兩個月了 其實也很奇怪 由於選舉就是選舉 為何不能主持節目呢? 原因是選舉法例而已 因為要計算,又這樣那樣 搞到那時候我做候選人 沒辦法了,最後都被迫 不敢來,不敢上節目 所以沒辦法了 而且選舉工程都很艱貴 所以沒辦法了 幸好我們都贏了 剛剛亡員有些借票 有些借票互動 所以今天也要上來 第一,多謝大家 網友都支持我 第二,真的要選舉一時的 新來八年華滄桑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中國近代史 告訴大家 很多人都不太了解 或者有些人聽過就算 當中有很多事情 所以再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中國的現代史 必定要普及 多些人說 大家有興趣的 又知道多些 才對民主的發展 有一個認識 然後才可以令大家 對中國的未來 更加關心和有興趣 其實也是在預備我們題目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看到 原來在過往歷史裡面 很多故事 是可以給我們今天 很多啟示的 是啊,沒錯 每個人也好 或者每個政黨的發展也好 都必定經過一個 很長時間的發展 中間那條路 必定是很難走的 又起又落又跌 也有開心又不開心的時間 有些人經常都忘記歷史 那些歷史很重要 古人說 歷史以為鑑 看見歷史 真是可以看回 過去發生的事情 就是人家碰過釘 撞過板的事情 你又不去看 不去學習教訓 結果就會出問題 現在很多政府 都說歷史人忘記了 我們八年抗戰的歲月 又忘記了 誰打抗戰 有些人就不知道 有些人說對自己打 共產黨說自己打 其實 所以歷史是很重要的 是啊,我們回顧以往的歷史發展 在抗日戰爭時 其實有很多場的戰爭 都是很慘烈 我們之前提到的 1944年的商櫃大撤退 其實都是一個 對國民政府來說 一個很大的震撼 短短的 不夠一年時間 但竟然有四個省的地方淪陷了 自己的軍隊 大概有四十萬的軍隊 被人消滅了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其實那時候歐洲是自治勝利的 民軍打得很厲害 希特拉幾乎被人打到要投降 就一直進攻 又登陸意大利 整個歐洲戰局 一直都在勝利狀況 但中國突然有相關的大潰敗 其實影響對中國很深遠 第一,就是人心的影響 每個人都打完了,會贏 為什麼這麼差呢? 究竟是否有什麼事? 是否政府不行 還是軍隊不行 這是人心的影響 現在還很大的討論 就算你說只是單單中國戰場裡面 在東邊和西邊 如果西邊在印度緬甸戰場 中國正在反攻 軟禎軍是成功的 打得很好 但是在國內的戰場 竟然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華東、華中 大撤退 輸得很慘烈 打到獨山 獨山離開的重慶 其實是很近的 近成怎樣呢? 如果你用坐車的時間去看的話 大概四、五天就可以到重慶 你說是很近的 那時候國民政府幾乎要將西遷 去西匡 去西藏 所以其實那個撤退也引起國際影響 最後美國人擔心 所以就要跟蘇聯去談 希望蘇聯出兵 但是這個影響 其實就導致整個中國的轉變 所以隨後而來講 紅色中國建立 我想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人 都很大影響 是啊 在亞爾達條約裡面 在亞爾達會議裡面 基本上美國人出賣了中國的利益 以換取蘇聯的參戰 結果呢 中國就在勝利的同時 亦都失調了愛蒙這個地方 亦都失調了很多權益 這個值得我們去反省 為什麼呢? 往往在勝利在旺的時候 又會被人出賣呢? 其實如果現在看回 我們數回四五年的時候 是發生了很多 黎明曙光前的很難捱 很黑暗的 很漫漫的事情 很多事件值得我們去看回 亦都是很多時機 影響了之後 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沒錯 例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雙鬼大撤退 是1944年發生的 那麼這個這麼大地方 就是這麼大面積的潰敗 令到當時國民政府 在當地的一些統治機構 是完全要撤走 都形成了一個很大的空隙 就被共產黨建立他們的基地 於是造成了後來 1945年的時候 他們能夠有比較充足的條件 和充足的軍隊 去和國民政府討價還價 其實當中有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 其實美國的參與都很深 因為當時1944年 這位將軍都在幫蔣介石 但他們都看到的問題 雙鬼輸得這麼慘 但他們說 咦 八路軍很厲害 人強馬壯 其實美國也有個考慮 當時如果要華東登陸 就是華東沿海一帶就入軍 美國當時也有決定 究竟要派兵入中國 去參與入軍 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都看到 共產黨似乎 有此無此讓 他們也想跟他們談 所以最後引起 所謂派特使 去延江 1944年11月去延江 跟胡錦去談 其實我聽到兩位說 有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理解 似乎在歷史上出現了很多轉折的時機 例如說 當時美國選擇去嘗試接觸 一個比較有朝氣的中共政權 而當時很奇怪 如相貴撤退打輸了仗 留了一個空隙 有共產黨可以來接收 但其實我們可以這樣想 為什麼國民黨沒有能力去滲入這些地方 你說有擊隊 對國民黨一定是一樣的 那究竟當時 會不會是國民黨 其實在當時的黎明前 黑暗的時段 其實出了什麼事呢 如果看回歷史 其實會看回 國民黨雖然在軍事上 在後期是可以反攻 但其實 因為在整個抗日的過程裡面 其實他們自己也都是 四分五裂的 很簡單 看到 在1939年之後 汪精衛建立的偽政權 偽國民政府政權 在南京 其實對於當時的重慶政府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而在軍事上 很多的將領 尤其是一些比較高級的將領 舉個例子 孫良成 這個當時是一個集團軍的總司令 都會 竟然率領了他自己手下的部隊 兩萬五千人 去投降給日本人 當時有孫電英 還有龐炳勳 其實一直是掛他之旗 擴展了很多年 我們現在看回 他是離開勝利之前 不久的一刻才去投敵 透敵 其實整個過程 我想跟國民黨的中央軍的原來發展 某程度上 一個人影響整個制度 因為國民黨本身是一個 當時以人為本 多於一個制度化 第二就是 中央軍是一個比較 譬如有多些補給 有所謂的美式裝備 當時有美式裝備 其他不是中央軍那些 梁漢比較少 親所有別 這個我想在某程度 影響了一些 仗士容明 他覺得 我幫你打仗 大家都要那支旗 我不是黃埔出身 你就 喂 這個包子 讓人吃少個包子 其實是 數到很多人 曾經在前線堅持了很久 但是他們一直得到的支援 是不足夠的 數了很多 例如劉宇明這些人物 就算是在當時西北 那些人 很多這樣的人 結果是很氣餒的 其實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當時歐洲戰勝 1944年的時候 中期 其實國民政府覺得日本也會輸 還有自己也有個小型 美式裝備又來 以前那些槍 舊 舊式槍 德國式槍 但是德國式槓龜 反而很打 後來抗戰之後 跟美國聯合 就把德國式槓龜 扔掉了 德國式槓龜 他希望在中國 打通大陸 他希望打通魚巷鐵路 交通線 整個捕急線 能夠連貫 這一擊 也令中國措拾不及 所以輸得這麼慘 我們覺得 整個那一年 亦都混亂 混亂的意思就是 第一 嚴格說 中央政府開始 就是憲制改革 當時也在談 要修憲 要選總統 當時整個統籌 就是軍事委員會 軍事委員會 當初的 蔣忠正是軍事委員會 委員長身份 統領大軍 然後民軍結民 又說中國戰區 還施領 威風得不得了 但是中國當時也想 走向憲制改革 當時也要準備開會 準備要選總統 明不言不上 每個人都是總統 他自己的軍事委員會 委員長 奇怪怪的 其實當時也有一種決心 就是說 這個憲政的過程 是不可以因為日本人入侵而 慢了下來的 結果就是十年訓證 就是十年 真的十年 不過 國民黨內的派系 也十分之嚴重 變成要憲政改革 大家就快要分豬肉 一分豬肉 就自然會影響到 政權內的不同利益 也很容易影響到軍心 其實這樣看 一個已經掌權了很久的政權 如果民主素養本身未足夠的時候 的確他會一天衰敗獻缺朝氣 表現在當時的軍事上 在經濟上 甚至在利治上 其實真的有多少可以啟示到 在抗戰勝利之後的戰局成敗 其實在經濟上也有影響 當時抗戰的時候 中國工業就以沿海為主 因為上海 收關稅 關稅 所以準備打抗戰 由西遷 其實 當然有很多廠就遷到重慶 但興工業所謂民族工業 很多都是遷到湖南湖北 沿沿河 沿沿河 即是中一帶 突然間雙貴大潰牌的時候 根本就全部被一軍湧過來 於是那些輕工業的廠 於是其實要搬走 就搬不及 令廠家一樣 最後一條爪去重慶 機器、工具全部都留下 這個其實對國民政府 都影響了稅收 人心也有一個散緩 特別是他們的廠家 支撐著當時中國的經濟 所謂輕工業 最後他們覺得 似乎政府不行 為什麼歐洲打贏仗 你居然在中國會這麼差勁呢 我想這是一個問題 其實挺慘的 看到一個好像惡性循環 當你那個政治保障不了 那些人 保障不了在軍事和民心經濟的時候 人家稍微擊潰你一點 就一直惡性循環下去 而且日本人 就在四、三年之後 就開始搞一些經濟戰 例如 放鬆了少少的軍事壓力 然後又跟你說一下生意 做一下貿易 但是內裡就搞一些偽鈔 有些貨幣 有些貨幣 最有名的就是河南 湯欣伯那一頭 就跟日軍做起生意 其實日本人都不是蠢 他跟你做生意當然要找你 結果就是搞很多偽鈔 惡性通脹 最後 所以 第二次輸了 都是湯欣伯那些部隊 是呀 結果是 現在很容易找到文章 是說回當時的老百姓 去打回湯欣伯 然後繞了湯欣伯部隊的鞋子 這不是偶然 沒錯 在腐敗的過程中 你軍隊都腐敗的話 那你又如何打著民族的旗幟 去抗日呢 因為百姓覺得你 以這個抗日之名 去自己逃利 軍隊一腐敗 其實任何人都不能夠 去挽救那個情況 嗯 所以 日本人其實是很了解中國 而當時中國來說 亦都不能夠 把握到自己的弱點 即是沒有看到自己 為何會積弱呢 反之而 就是因為少少的 可以這樣說 就是 勝利的曙光 而麻木了 麻痺了自己的警惕性 是的 有些亂了一陣腳 明明在抗戰開頭的時候 都知道那種 要怎樣跟日本人對抗 但是反而去到 1945年的時候 突然間 445年的時候亂了一陣腳 是的 這個其實就是 在華南華中的時候 出現的情況 對 反而華北的話 共產百老軍 反而他們真的 那一年內的豐收 是的 沒錯 就是 寶女就納了五千個寶女 城鎮都成鄉 對 他們說 江復 其實解放了47個 對 人口都納了一千萬人口 對 就是晉綺老餘解放區 對 就是四個省 對 就是他們的表現 就是 哇 真是射高障 軍隊送木隊都很厲害 最後你由四十萬變成六十萬 當時是解放一戰規部隊 對 其實百老軍還有所謂的民兵 對 但是民兵那一年內 是二百萬到二百二十萬 就是他們的陣容 是增長 急速和淡快 急速和淡快 即是爆發聲 對 其實國軍是跌倒的 當然也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入軍要 所謂一號在戰計劃 將華北的兵調去華中 華中華南去砌 就是要主力打擊國民政府軍 對 所以某個程度上 即是看見國民黨軍隊 1944年的時候 跌得很厲害 百老軍是上了 當然這些事情有點不公平 因為 入軍是打你國民黨軍隊 看到他就看不起百老軍 那麼 百老軍也沒有跟他們正面作戰 所謂遊擊佔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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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的模式 所以在1944年 我想這個是整個 對當時我們中國來說 是幾個影響深遠的一年 似乎決定到抗戰勝利之後 整個中國的誠需 是可以追溯到這個階段 是的 沒錯 有一個歷史學家 經常說 很多 大家沒有留意到的年份 其實已經影響了日後 中國的發展 譬如說 有一本書叫做 1944年 英文十分之好 它叫做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同樣地 1944年 亦可能是同樣的情況 大家都不覺得 有什麼特別 但其實 聽我們這樣說 1944年 是整個國共兩黨形勢 實力消掌的一個關鍵時間 其實這個逆轉很重要 這個逆轉就令到未來的發展 很大的轉變 而且最重要的是 當時 周恩來一直是長駐重慶的 因為八六關有正式部隊 當時是長駐重慶 周恩來最厲害的是外交 對於是 找人說 找人說 當時 搞得 整個形勢 那些所謂的民族資本家 他們叫民族資本家 其實都是那些 輕工業 那些 那些廠家 聽說 當時的社會環境 大家都知道 共產黨就可以被人分田分地 農民很開心 做生意其實是對他們討厭的 害怕的 但是 周恩來其實 搞得挺好 特別因為 那個相關大撤退 那些廠家 說 機器又丟下了 一條爪走到重慶 重新發展 有些東西搬來 其實他們 都很受周恩來的影響 所以最後對他們成立了 所謂的 組織一個商會 1904年之後 全力支持共產黨 這個其實對共產黨很大影響 就是 中國當時 我們叫做 今天的術議叫做 中產階級 喂 連中產階級都要支持共產黨 死了沒有 等於今天香港 中產階級 所以不要經歷 無端端如何突然之間 人家會多了些票 多了支持 其實原來是有些功夫 已經做了 已經做了 所以 從歷史開始看到 共產黨後來能夠 取得大陸政權 其實在1904年開始 已經 建立他的基礎 正如剛才麥興所說 連一些民族資本家 例如榮毅人 這些很著名的民族資本家 都投向共產黨 這樣的時候 在社會各階層 都慢慢投向共產黨的時候 國民黨的統治基礎 就越來越薄弱了 我們現在就講了很多 群眾基礎上 如何爭取過來 我們接下來可以講一下 他們在政治鋪排上 如何準備抗戰之後的局面 是啊 我們等一下就會講一下 在1945年 有兩個很重要的會議 一個就是中共七大 另一個就是國民黨的六大全會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六全會 我們等一下就跟大家交代一下 我們這一節時間到這裡為止 多謝